大家好,今天是2月18号星期六,我们继续复盘热门标的,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感谢您为本频道赞助 我们先看关于加西方面的消息 英生停不下来,美联储理事说加西收效甚微,要继续采取行动 当地时间周五,2月17号,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表示,为了降低依然过高的通胀,美联储应该要继续提高利率 鲍曼在田纳西州银行家协会信贷会议上说道,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需要看到的东西,尤其是在通货膨胀领域 我们将不得不继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直到我们在这方面看到有更多的进展 鲍曼的最新发言与美联储官员们近期说的基本一致 他们都表示,该行的实际终端利率可能比先前预计的还要高 其中,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更是提出了3月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 分析认为,支撑官员们变鹰派的是近期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周二公布的美国CPI年率和核心CPI年率均高于市场预期 意味着物价未能如愿放还 另外,周三的零售数据与周四的PPI也强于预期 暗示通胀潜在的上行压力依然巨大 鲍曼说道,通胀是否过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需争辩了 值得一提的是,两周前公布的一月非农就业人数报表 表明美国就业市场极度不平衡 工资的高增速可能会继续支撑物价走高 本月月初美联储降党加息25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4.50%到4.75% 该行分别在去年6月、7月、9月和11月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 但在12月将每次会议加息的幅度从75个基点放慢到50个基点 官员们解释称,进一步放慢加息步伐 能让他们更好的评估货币政策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 市场预期该行的终端利率为5.25%到5.50%之间 即离结束加息还有75个基点 当被问及何时才会同意暂停加息时 鲍曼回答称,他要看到通胀率出现持续性的下降 但当前数据表明,迄今为止的加息还未起到放缓经济的作用 证明借贷成本尚未达到足够的限制性水平 我们没有打败通货膨胀,我们还没有结束 但鲍曼补充称,目前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需要恢复更快的加息步伐 好,关于加息的一个情况 那想必市场呢,肯定还是有点偏小鹰派的 对吧,我指的是相对于当前的状况来说 那不管是连着加息三次25个基点 还是这个逐步提升 比如说一次性就加50个基点 那这样的声音呢,都是现在市场上的主流声音 不管怎么样,表明当前的抗通胀的工作呢 效果越来越,编辑效果越来越小了 对吧,那么后续市场的复杂度呢,也会非常的大 我们因此呢,不能抱持过于 我们看到这根阳线带有上影线 表明在上行过程中再次遇到一些阻力 我们不妨呢,把这个横线啊,标到这儿 哎,大家会发现啊,这个位置曾经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博弈位哈 其实越往上啊,这横向的这个阻力区啊 会越多啊,越密集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熊市啊 那两年多,那么多头啊 一部分死多头呢,被套在里面啊 所以当市场恢复到相应的价位 或接近之前的价位的时候 它的成本价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跑掉 那即便是这样呢 我们认为啊,当前的震荡上行的态势也没有完全终结 因此呢 只是把这种回落呢 当做上行过程中的一些回撤来对待 那么周线的收盘表明多头相当的强势哈 注意这是QS 好,我们看一下周线的一个可能性 那上面属第三根横线呢 很显然是当前遇到的一个阻力哈 那么一旦突破掉上面属第三根横线的阻力区之后呢 将去触摸上面属第二根横线这个阻力 那么距离当前的价位呢 还有30%的空间 我们看一下日线 确实哈 突破原来的下跌大趋势线 回踩下跌大趋势线 拉升 回路啊 确定一个可能的上行多头波段 或者叫上行多头小趋势 这个趋势呢 经过了上拉 回路 那么周五呢 再次给出停顿哈 上行哈 就不愿意往下砸盘 所以我们能感受到对于啊 中小盘来说呢 多头还是处在当前波段的主导的一方 而弱势的一方呢 是空头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上行 继续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于下行啊 我们应该假设多头还在继续 那么一旦继续上行的话 我们啊 去抓这一步哈 至少要去测试这个点哈 刚才我们画周线的时候会有一些影线哈 是这些日线导致的对吧 合并在一起就是周线嘛 那么我们把这个触点呢 放到这啊 日线图 我们交易呢 以日线为基准哈 方向可以看一下周线啊 一些更小的细节 大家可以切换到更小的时间框架去看 那在日线图上呢 我们啊 说这个阻力区其实还有一定的空间哈 有30%的空间去挖掘这这种利润 对吧 有人说啊 这要暴跌 他们没暴跌吗 是不是 大家看这些日线 多头还是相当的强势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为什么在周周四有一个回落呢 应该是在踩这个高点啊 踩这个高点啊 因此呢 按照这样的架构呢 理论上还是应该先看涨 先看涨 而不是先看空啊 说他真的跌下来呢 跌下来也不用怕嘛 先把它当做一个回撤来对待啊 他没有跌下来现在 对吧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去测试一下 13块8毛6这个高点啊 这个高点被测试到 就有30%的空间 那再走的话 那就更高了啊 我们从当前的价位开始测量 我们要敢想啊 95%到100%的一个空间吧 就说90%吧 行吧 90%都不少了啊 我们要敢想啊 因为他敢跌 他也敢涨 我们的近期 对于中小盘的一个原理是 他可以直勾勾的下跌 他也可以直勾勾的上涨 当然这个观点呢 是我总结的啊 不一定对啊 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不要太过信他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以多头波段趋势为主 那中小盘实际上还是比较强啊 多头还是比较强 好 我们看另外一支BYND Beyond Meat的周线 那么他的周线呢 按照我们之前的技术原理呢 下跌趋势线左侧啊 先假设他是反弹 哎 正好是反弹到这 那么在倒数第二周 是不是给了一根阴线 那么本周呢 又收出阳线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预期呢 那么市场很显然 多头会略微的强势一些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底部横盘 哎 震荡上行走一波 测试到下行大趋势线哈 哎 真的给出了回撤啊 但是这波回撤呢 下方有水平的支撑 大家看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支撑区域啊 那么对于空头来说呢 实际上呢 这一波小空头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经过了周三 周四周五的一个震荡之后呢 我估计上行的概率会再提升 那么一旦涨起来呢 我们下一波呢 的支撑点就可以确定了 注意我们做交易 要找到我们的进场 和相对的小止损哈 那这个止损在 这根上涨曲线附近 还是OK的吧 那么一旦涨起来 他至少要去测试一下 这个高点 我们画一下 这里 哎18%的一个空间 那么一旦涨起来 我估计他还不会 一旦突破了这个位置 相信大家也都会相信啊 这一旦突破了 多头就打开了视野哈 那将去啊 往上走 对吧 那么上面走 就找一些阻力居了 那这个位置可能是啊 这个位置 这根横线 那哎 这有测试吧 这有测试啊 所以这根横线可能是未来的 一个停顿的位置 对吧 这就是60%的一个空间 是吧 当然这个未免有点乐观哈 当然我们啊 要去敢想啊 好吧 因为有些谷已经在右侧了哈 这些还在左侧的确实有可能往上走 他不可能 就是说他不上去怎么办 不上去 我们的止损就这么一点点了啊 就这么两三根 可以像这么一个小高度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去考虑 是否要做的 是吧 我们继续去挖掘这样的空间啊 好 这就是比亚的密特 我们再看一下周线 周线啊 一旦突破上去 是不是要要更高 其实这个位置 才是真正的周线级别的阻力区啊 刚才我们啊 再增加了一个新的阻力区 是在这儿啊 因为这儿曾经也给我停顿啊 好 日线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时间框架啊 那么周线呢 有些粗糙啊 好 我们看一下太阳能领域的周线 RUN RUN RUN呢 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状态里 首先呢 他近期的大型下跌趋势线 还没有被啊 向上的突破 跟刚才那个图 跟刚才的比亚的类似哈 都是在典型下跌趋势线的左侧 因此呢 我们的预期是先做反弹 是吧 但是大家看 这个往下跌的这种幅度在减弱啊 为什么 在一个明显的空头趋势线之下 那么空头波段越来越弱势 对不对 你看 这一波六根大阴线周线图啊 这一波四根阴线是吧 五根吧 就要大 这一波两根 这一波一根 那这样的话 多头 空头 这个低点在抬高哈 那说明多头 可能在这里抄底 综合考虑我们市场的整体情况 那这个图 向上突破的概率 肯定是在提升了 对不对 因此应该考虑做多哈 尽管我们的预期 还是先去测试 这根下跌日线 那么一旦突破上去 也不得了哈 这是一个大型的收敛形态 是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对吧 哎 又开始在这谈啊 我估计呢 还是要往上测一测啊 一旦测起来怎么办 把这个趋势线画好 止损呢 就放在这附近 那一旦弄起来就不得了哈 他将去测试更高的阻力区 这个点 是吧 咱们就不去不去测量这个测一下吧 利润空间啊 这一波到这的话也有百分之十几啊 对吧 然后啊 这里啊 再从现在价位方上测的话 比较典型的阻力区在这啊 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位置 哎 到这 这个触点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触点哈 因为很多图都走出来啊 那一旦走出来 这就是一个头肩大底哈 对不对 这是头肩 这是左肩 右肩还在形成啊 我们之前说什么来着 有些图呢 他这个右肩很时间很长哈 他就不走 因此人应该做短线波段 多头小波段 对吧 有些图已经正在上行了哈 说明摆脱底部的头肩底部结构了 或者是矩形底对吧 不一样哈 每个图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GBTC的周线 那这个周线图呢 我们是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去抄底做多的 那么现在呢 这波回撤似乎又要止低 本周周线呢 是一根强势的大阳线哈 大家看 头部回踩 止低啊 这是在周线级别啊 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可能的上涨趋势线 那我们继续去追寻可能的70%的利润空间 是可以的吗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啊 这缺口附近可能要补一下啊 或者低一点也50% 对不对 这是周线图的一个整体的感受哈 说他真的会这么走吗 那眼见维持啊 他不是突破回踩止跌了吗 周线级别止跌 我觉得效果会比日线还要好哈 是不是 突破回踩止跌 做多不 应该是多啊 不管他涨多少 反正这多头趋势线可以花出来了 我们最希望的是就是方向感啊 这个方向呢 就通过趋势线来确定呢 说大家后期再跌下来呢 趋势线带好 咱们不保准100%的哈 没有100%这回事啊 反正做交易就是就是没有100%啊 那这个位置像不像头间底 有人说像啊 你怎么看出来的 来来我我我给你画一条线啊 你就知道了 有人说你甭画了 我看出来了 画一下吧 有的人看不出来 你看头肩 左肩 右肩啊 走起来啊 当然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一个停顿点啊 也就是说啊 缺和这儿 对吧 嗯 对不对 哎 前走到这儿 这有30%啊 因为这是70%吗 这有30%左右 对吧 嗯 好 这已经进入到了多头的势力范围了哈 才K线图方面啊 好 这是比特币 我们看一下SQQQ 我们对于大盘的讨论呢 也是不断的调整的啊 我们对于大盘啊 特别是做空指数的预期呢 也是偏谨慎的啊 那么对于这个图的做空 纳指的这个SQQQ呢 我们对于这个图的多头的预期呢 是谨慎的 我们在周线图上画了两根横线啊 那么现在这是一个中央的支撑区 那么阻力区呢 横向的在这儿 对吧 所以我们啊 近期最乐观的假设先啊 到这儿啊 那不乐观就是到当前上不去 注意 这是下跌区日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对不对 哎 我们啊 中性的一个预期呢 先啊 把这线示意图 先到这儿啊 那么能不能上去 我们还有两树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啊 横向阻力区在这儿啊 现在能不能上去 还不清楚 有时候横盘 他就上不去 他就创一个新低 那届时呢 我们把这根下跌区线就要调整到这儿来 对不对 这趋势线呢 会变得平缓一些 但是还是空头趋势 是吧 这个图的空头 对吧 那现在能不能再谈一下 不知道 啊 因为这部周五这根K线呢 有点 有点 有点小哈 弱势哈 嗯 好 我们继续观察就可以啊 不要预期太多啊 当前美股的主 主要波段还是多头啊 就是当前这一个半月 好 我们看一下强生股 强生啊 周线 他的周线给人感受是一种啊 震荡上行的一种走势 我们近期遇到了阻力 啊 这是周线图 我们的支撑在这里 大家看 本周的周线非常的漂亮 给人一种不禁硬要指跌的一种感觉 考虑他 他以往的这种震荡上行 那我觉得应该优先考虑是否要做多 是吧 这是周线图给人的感受啊 有人说这趋势线怎么画 不用画趋势线啊 有时候趋势线呢 你怎么画他都是不完美的啊 呢 你要是这么画 他就是死亡之稳啊 是吧 你要是平缓一点呢 他就又活了 所以趋势线呢 有时候就是示意一下 嗯 这样 行了吗 这样的话应该做多吧 我看一下日线 周五这些是不是有做多的 说他们为什么要做多 首先从大的宏观趋势上 还是震荡上行的整体态势 其次呢 从这个横向整理震荡状态的 这个角度来看 假如他继续震荡的话 那有一部分交易者 他也认为继续震荡的概率也高 所以做一个多头波段 对吧 注意这是日线图 所以应该做多吧 超级做多 那不想做多怎么办呢 不靠谱怎么办呢 画一个下跌趋势线画好 你在这里等待一个这里的右侧点位啊 再去做也不晚 你看之前这一步 是不是也可以画一个下跌趋势线 哎 对 这样这么画也行啊 因为这是最低点 突破回踩指定 做多 对吧 那这呢还没有突破 等待啊 正在正在突啊 看看下周能不能突回踩一下 所以下周是比较关键啊 对这个图 好 那一旦涨起来呢 假如说你在这个更高的位置进场啊 那也有10%的空间啊 对吧 他稳呢 你别看空间小啊 他比腰股要稳 注意我们的一些名股啊 都比较稳 好 我们看一下KO 可口可乐稳吧 稳哈 那么近几天 近几周是横盘可以线啊 大家看 说这个位置啊 有没有可能再跌跌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跌横盘上里 有可能 他跌了没 也没有完全暴跌啊 否则空头应该给出持续的大阴线啊 那正相反他没有 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是止跌呢 有可能啊 我们不妨呢 就调整到这 我们对于可口可乐来说 并不是悲观的啊 因为他拨动的幅度更小啊 对不对 几块钱 那应该不举多单啊 这是周线图 我们看一下日线 确实啊 这么一条啊 他就活了 我们这个下跌趋线可以画到这啊 看下周能不能止住啊 止住的话做多 好吗 看一下沃尔玛 沃尔玛的 沃尔玛的周线图 是不是一种止跌的一种状态 突破回来止跌 对吧 周线图应该做多吧 非常漂亮的多头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画了这根下跌趋线 等他突破回来止跌呢 这个情况没有那么严格啊 我们说把它当做一个上涨过程中的一个中继来看 是不是 只要这些回撤这个底点没有跌破这个起点 对吧 没有跌破这波上涨波段的起点 那他就是上涨中继啊 现在布局正当时吧 超级正当时吧 也不能说超级哈 就是做多这个点位 这个架构出来了吧 说这些龙头股啊 比较稳 稳就是挺好 他的技术位也比较稳啊 也挺好 应该做啊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台积电吧 台积电近期只在横盘 我们说在周线图上感受到的是一个洗盘行情 注意 它是一个横盘 它没有暴跌呢 那如果暴跌怎么办 没关系 切换到日线 暴跌的话 把这个线可以删掉了哈 暴跌的话 那就那就等待这个小夏天车站的右侧 止跌的时候再进呢 说他有没有可能像沃尔玛那样 稍微洗一下盘呢 坦白说一切就有可能啊 他只要不跌破这个地点 一样的原理啊 咱们就等待一个回撤止跌 再去布局新的一轮 就可以了 有人说他也可能不跌啊 没错 洗白行情有各种形态 有扩散三角形 有收敛三角形 有下跌的一些歇形 骑形 就是举形啊 等等 对吧 也有无序震荡的零形 等等 那你只要界定一个可能的进场点位就可以了 这趋势线也可以变得更平缓 是不是 所以对于多特来说 可以等待啊 好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的周线图呢 也有一种走了一波再回撤的感觉 那如果像少婆那样的图都能突破回踩再止跌 再走一波的话 那这个图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啊 有啊 答案是有 说他为什么停顿 理论上还是在这个趋势线上遇到了阻力啊 对吧 这个趋势线附近吧 或者说这个横向阻力区吧 所以呢 下一波有可能测试这个趋势线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能 是不是 有人说现在进场可以吗 也可以不可以哈 把这个下跌趋势线画到这 如果下周在这止跌的画在进 有时候呢 大盘表现不好 他就一直在这里洗盘哈 你就洗洗完了再止跌咱们再做 对吧 第一波呢 我们之前画的是这一波来着 那很多人追高进去了 我就说呢 我们在五周前六周前 五六周之前说做多 有人不信哈 等他涨到了这么高的时候呢 到时候到时候第五周第四周 开始有人追进去了 我就说你要是这个时候追的话 你的仓位一定要比平时小 你要经得住后续这个回撤 你看被我说中了 对吧 然后再止跌的时候再加仓 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图就是当前就正在走这种状态 是吧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未来会怎么样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止跌信号了 是吧 再加仓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在止跌的话可能会在哪呢 我们画一条横线 哪都有可能啊 这有点零散啊 对这个是头肩底是吧 头肩 左肩 右肩 这种 这时呢 我们把这趋势线一调整就可以了 就是长线趋势线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这个图 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先到这里啊 稍后再录制其他的图